評判 各位來賓 各位同學 歡迎你們來臨香港浸會大學 今天是2012年度大專辯論賽 今天的辯題是 基本法對議員提出 寵案的限制應與取消 首先為大家介紹 今天的評判 他們分別是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教授中子傑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助理教授 鄧小虎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黃錦波博士 很多謝三位評判 在白忙之中博勇出席 評判時次比賽的評判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今天的辯論員 正方 香港城市大學 主辯 彭美恩同學 主辯 彭美恩同學 第一副辯 劉偉科同學 第二副辯 馮晨天同學 第二副辯 馮晨天同學 第二副辯 馮晨天同學 結辯 朱子軒同學 反方 香港理工大學 主辯 李知瑤同學 第一副辯 歐家驊同學 第二副辯 鄧可立同學 結辯 陳富松同學 接著會宣讀賽規 在比賽進行時 嚴禁台上辯論員和台下隊員 以文字、圖片或者語言 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 為者可以被取消參賽資格 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 為人名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 如果被錯相方或評判提出 認為台上辯論使用外語 主席需詢問評判問題有沒有違規 如果多數評判認為違規 三位評判各自決定扣最少一分 最多五分 任何台上或台下發言 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 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前一分鐘 計時員將名中一次 而是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前 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 事意辯論員 須盡快結束期延遲 在法定時間終止時15秒後 計時員會連續按鐘數下 而該名辯論員將會被扣分 扣分制度如下 15秒過後 每過時5秒 將在每位評判 給予該隊員的總分扣除5分 如此類推 不足5秒者 亦當5秒計 各辯論員 須於計時完名中之後 才可以開始發言 請問雙方對蔡規有沒有疑問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是試咪的環節 試咪的先後 將案調出長次序 首先有請正方主辯彭美恩同學 謝謝 試咪 試咪 主席 評判 聚聚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我跟代表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辯論隊 感謝三位評判 在白亡之中 和這麼冷的天氣 都抽空出席 並擔任評分的工作 另外我也很感謝 鎮會大學的同學 為我們準備一個 這麼舒適的比賽場地 在入大學之前 我聽過一個說話 說一些資深的朋友 在大學是認識不到的 多數都是中學時期才認識到 但我發現事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今天對我來說 除了是大專杯比賽的日子之外 亦是我一位好朋友 他即將要離開香港 去外地讀書的日子 而這位好朋友 正正在我大學形身形的時候認識 可能因為我本身就是讀工程系 所以我那個系很少男仔 不是很多男仔很少女仔 所以自然就會跟那些女仔比較熟識 但我又跟他不同科 他讀機電工程 我就讀工程管理 雖然兩科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課一起上 但我們都可以成為一個很資深的朋友 經常會晚上一起聊電話 但因為今個星期 忙於準備今次的大專杯比賽 我只是跟他吃了一次糖水 為他戰行 所以在這裏 但他都沒有怪我 還特意打電話來跟我說 叫我加油 我真的覺得這個朋友是沒有識錯的 在這裏祝他一路順風 亦都希望我不負他所望 可以在今天上演到一場精彩的賽事 給大家欣賞 多謝各位 接著有請范芳主編李芝瑤同學 試麥 試麥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 我更代表香港理工大學 感謝三位評判 在白忙之中勃勇出席 帶入你前比賽的評分工作 亦都很多謝浸會大學的同學 和我們預備一個這麼舒適的比賽場地 最後要多謝有方同學 和我們一起在這裏切磋便記 那在臨近畢業 我數一下手指 原來我加入了辯論隊 應該說我玩了辯論這項活動 都整七年八年了 原來我第一次接觸辯論 是中二的時候 因為那時中學有班制的辯論比賽 我又不知為何 可能覺得自己中文稍微好一點 和其他同學一起參加 最後這麼幸運 可能加上我們又有些實力 竟然打贏了中三的同學仔 自此以後 我就和這個辯論結合了一個不解之緣 我們當年 其實不是很多中學有辯論隊 但現在慢慢發展到 連小學都可以玩辯論 希望辯論這項有益身心的活動 可以將會成為大家主流的課外活動 多謝大家 有請正方一部劉偉科同學 大家好 近期大家關注 除了大專輩之外 我相信就是特首的選舉 豬狼之爭 大家可能都會很關注 我又不知在座各位 比較傾向哪一位候選人 不過對於我個人而言 其實雖然我沒有權 就投票決定哪一個特首 但我個人而言 就比較傾向於唐經年 因為他個人的感覺 就比較風趣幽默 還有他為了香港市民 帶來很多笑料 還有很多歡樂 更加重要的是唐經年 他也很贊成 年輕人應該要多些參與課外活動 所以好像 友方同流的主辯所說 參與課外活動 的確是一件好事 好像我們今天參與辯論比賽 所以我相信在座各位在這裏 都是一些很喜歡辯論的朋友 希望大家之後 都會繼續支持這項活動 多謝各位 有請范芳一副歐家華同學 是米 是米 評判在有各位 但跟我方主辯一樣 我中學的時期都玩過辯論 那時候星期日 我就會抽時間來 看大專杯的比賽 因為向大專辯論學習 我那時候要 看到台上的大專辯論 我有兩個目標 我第一目標就是 我什麼時候可以 在大專杯的舞台上 都做一個參賽者 可以站上大專杯的舞台 第二目標就是 我什麼時候可以 好像他們這麼厲害 變成一個這麼出色的辯論 那今天呢 我第一個目標已經達成了 就是可以站在大專杯的舞台上 希望我第二個目標 變成一個出色的辯論 很快就可以達成 多謝各位 請正方以負同情添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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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什麼都沒得看了 就剩下他的風扇 不斷轉 那當然呢 我就不像周柏豪 用十分鐘的時間 首先 去欣賞一下 究竟壞了 和未壞之間的形態比較一下 也都沒有時間 用十五分鐘 去為其拍照 因為呢 這個星期呢 要打辯論 又要交功課 實在是忙到瘋 沒有一部電腦 簡直是很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我都用了十分鐘的時間 去奏買一部電腦 再加上 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嘗試要弄回它 但還是很可惜 做不完 那我將這件事 打上Facebook 分享給朋友們知道 很黑仔 又是一部電腦 那很快就得到 很多同學的回應 還說 幫我免費弄一部電腦 那甚至呢 我女朋友呢 還借出她的電腦 給我昨晚打稿 找資料用 那真是很感謝以上 那麼多位人的協助 令我發現 周柏豪說的話 都不完全是錯了 因為呢 最糟的事情 都未必是最壞的 是的 那麼感受到人間有愛之外 都很感謝 每一位給我意見 幫過我 協助過的 你和你們 是的 是你們成就了 今天可以站在這台上面 打這場比賽 多謝各位 有請反方義父 鄧可立同學 還有各位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呢 見到今天的辯題 會想到些甚麼呢 如果要用我一個字 去形容這條辯題的話呢 我會說是 悶啊 其實呢 有些不知呢 原來我們最初抽辯題的時候 是二選一的 其中一條呢 就是唐英年和梁振英 哪一個更少我做特首 那我方想嘗試抽這條辯題 新鮮一點 娛樂大家 不過反方同學呢 就覺得這條好打一點 那最終抽籤之下呢 就選了這條 不過不要緊要 同樣的辯題 我希望都可以為大家 帶一場精彩的辯論比賽 雖然呢 不能聽這個唐英年和梁振英呢 有點可惜 不過基本法呢 和大家吃吃相關 知道多些呢 都是件好事來的 多謝各位 按照發言次序 現在先有請反方結辯 陳富松同學 市米市米 主席朋友在座各位 大家好 那實不相瞞 我今天來到之前呢 即是剛剛坐下 是個位子 我才記得要講市米稿 那好吧 市米說些甚麼呢 在想吧 自己辯論年期又不是那麼長 不像我方 那些主辯一副那麼久 那麼 經歷沒甚麼好說 特首選舉又被人說了 近期電腦帽又沒有壞到 那有甚麼好說呢 不如說一下對市米稿的感受 其實對於我來說 市米稿從來都是個熱身環節 因為真的 坐在這裡很緊張 又不是很能出聲 上來可以抒發自己幾件 說一下 當是閉嘴聲熱身 代為大家熱身 希望待會的辯論比賽 打得很好看 還有想說的就是 今天這個市米稿 準備得不太好 我知道我今年 還會有兩個市米稿 在大專門會講的 所以 接下來兩個我會準備得好些 多謝各位 最後有請 正通結辯 朱子軒同學 主席評判在場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一個人的力量很薄弱 這個說話都在剛才大家的市米環節裏 都展現出來 今個星期我更加覺得 非常體會到這句說話 因為今個星期令我最深刻的就是 四份功課 撞在同一個星期我需要去處理 但是我每個晚上 又需要預留時間 來準備今天的辯論比賽 首先非常感謝我的組員 就是容忍我 那麼多晚都沒有參與到他們 那個功課上的討論 那就是組員 互相合作 真的相當重要 一個人的力量 怎麼去薄弱 就在這裡看得到 那麼 話分兩頭 那些朋友 就是對我的建議 我發現今個星期 我更加容易接受 就是說 其實他跟我說這個星期 你雖然說忙 但是 告訴你 出來做事更加忙 那我也想想想 嗯也是 一個人我快要畢業了 要出來做事 一個人去另一個階段 真的有時候要開始要需要 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做些準備 那希望我自己能夠 把握最後幾個月 其實都沒有 最後一兩個月 就是大專辯論的生涯 和大學的生活 做好準備 就是成為一個真真正正的社會人 多謝各位 現在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有請政方主辯 彭美恩同學 謝謝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緣示意 師妹 師妹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回歸十五年來 不少市民最關心的議題 例如公屋供應 劏房農屋問題等等 一直都未被政府正視 市民唯一的寄望 就只能靠立法會議員去推動政府 但是 在基本法的限制下 議員卻未能發揮提案的職能 難怪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副教授馬岳都說 立法會的政策影響力被減弱 民選議員為了向市民交代 只能一味挑剔政府 給人感覺違反而違反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 立法會議員無權提出任何涉及公共開支 政治體制以及政府運作的草案 而涉及政府政策的草案 在提出前 則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再者 根據《基本法》附件二 所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的個人議案法案 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 都必須通過分組點票的形式表決 就算回歸之前 立法會議員都可以就任何的內容提出草案 只是在量入圍出的大前提下 當草案涉及公共開支 才需要得到港督的同意 當時不少的議員提案 都有在彌補政策的不足 例如在96年 陸公衛就提出了保護海港條例私人草案 並獲得大比數的通過 所以我方倡議 在《基本法》實施後 針對議員提案權所加諸的限制 應該一併取消 原因有二 第一 提案權被削 議員角色流於被動 在《基本法》的限制下 令到立法會在制定政策上 處於被動的角色 由回歸至今 由議員提出並通過的私人條例草案 只有25條 內容都只涉及銀行合併 醫院或大學修訂案等等 例如 拿打素醫院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以及 《2010香港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但是 很多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議案 議員都無缺提出 如果政府不主動 立法會議員 只能無可奈何地提出一些 沒有法律效力的動議辯論 反之 若果議員能夠自由提案 就算草案最終未能獲得通過 都可以迫使政府正視民意 例如 港英時代的立法局獨立議員 胡鴻玉 提出的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條例草案 雖然沒有被接納 但就引發了社會的關注 最終 政府提出性別歧視條例草案 並且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 由此可見 就算政府不肯正面回應社會的議題 提案權都可以促使政府面向民意 亦是一種監察的渠道 第二 表決方式不公 抹殺利民措施 現時政府提出的草案 是以簡單多數表決 也即得到31票贊成就足以通過 而針對議員提出的議案、法案和修正案 強必須以分組點票表決 換言之 假設直選組別30票全數贊成 但功能組別只有15票贊成的話 總共45票都不足以通過草案 可悲的是 就算要修改《基本法》 都是40票的贊成票 可見《基本法》對議員提案權的限制 何其苛刻 例如 06年的《輔助貧窮婦婦女議案》 就在32票贊成 0票反對下被否決 就連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都說 分組點票機制嚴重扭曲立法會的表決結果 削弱立法會監察政府施政的功能 票數相同 議員提出就慘被否決 政府提出就順利通過 實在是荒謬絕倫 如此一理 民意的表達往往被扭曲 再好的議案都不可以被通過 總觀以上各點 今日的一面題 李英成立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所案的時間為3分56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有請范方主編李之遙同學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事員示意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 總結有方同學剛才的演詞 就是他們認為在現行的基本法下 議員是提案受到很多的限制 令到議員發揮不到他的功用 但有方同學所提及的其中一個限制 就是在於附件2的分組點票 其實並不是今天的討論範圍 因為這一個是通過草案的限制 並不是提出時候的限制 所以今天的焦點應該只集中 在基本法第74條的4項限制當中 我方很同意 現行的限制的確令到議員提出草案的時候 有一些制爪 但我們必須先檢視各項限制的存在價值 並不像有方同學這樣 沒有跟大家詳細分析各項限制之下 就有理無理就說要取消 既然有方同學不負責任 那就由我方去論證一下 各項限制是否需要存在 我們應該做的究竟是零限制 還是作出適當的放寬 我方同意要為議會注入更多民意 所以我們是不反對參考英法兩國的做法 嘗試撤銷政府政策和政府運作這兩個限制 令到社會大眾都關心的最高工時 飯中錢等等其實都可以提出 但至於公共開支和政治體制這兩項限制 我方就認為他們是有存在的必要 而有方同學避而不談 其實他們都是知道是不可以撤銷的 保留的原因如下 第一 防止角色重疊有利益輸送之嫌 公共開支涉及公帑 是所有納稅人的血汗錢知事體大 每分每一毫都要審神處理 要確保錢是運用得宜 立法會一直以來都擔任著一個獨立的把關機構 審批政府的預算 而要做一個稱職的守關者 一定要避免有角色的衝突 因此是必須受到提案 不可以涉及公共開支的限制 那甚麼是涉及公共開支呢 根據前立法會主席范徐萊泰所說 是要審視草案所牽涉的金額 是否為數可觀 大致不能忽視 而有方所說的興建公屋 其實就涉及龐大的公帑 原因是一旦牽涉到大量的金錢 提出和審批草案都有議員負責 欠缺一個獨立的第三者審批角色重疊 事實上 英法等國都為了避免議員 去拉攏自己的選民 而有任何公帑上的利益輸送 都撤入這一行限制 我方其實不是說不信議員 只是在法制上順致不代表一切 依然要有第三者的監察機制 情形就好像警察 都需要一個獨立的監警會去負責監察 同樣地 如果立法會一旦越左代跑 成為提出公帑運用草案的機構 集體案審批大權於一身 還有誰可以監察它呢 因此我方是倡異參考英國的議會制度 保留這一行限制 第二 確保維護一國兩制 穩定社會 在一國兩制制度下 顯示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獨特政治體制 所謂的政制是包括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的產生 行政和司法機關的組成等等 在一國的大原則下 政治體制是國家層面的事務 只有特首在憲制上是有義務向中央負責 所以同時兼顧特區事務和國家的政策 國保所提出的政改是不會抵觸一國兩制 維持社會的穩定 因此 政制的問題是只有身為一區之首的特首 首先可以提出 議員提出是一個月權的行為 限制議員在政制的提案權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議員他們很堅決提出和通過2012雙普選 在撤銷了限制的情況下 我們又怎樣可以防止這種違背國策的草案通過呢 最後想問下友方同學 你們認為公共開支和政制的問題 是否屬於重大的決策呢 如果立法會有權提案 由誰去監察它呢 多謝 韓方決定所有的時間為3分55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有請正方一副劉偉方同學 還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友方同學一出道 跟我們說話 分組點票 就不屬於今天的討論範圍 對於友方同學 真的十分之失望 友方同學今天 你到底有沒有提清楚基本法是怎樣寫的呢 基本法附件2 清楚表明了分組點票何時應用呢 就是當議員提出議案 法案或者是修正案的時候 才要採用分組點票 而政府所提出的議案 根本就不需要採用分組點票 分組點票就是針對著議員所提出的草案 試問這一個怎麼會不是對他的限制呢 第二樣友方同學 跟我們說話 基本法裡面 其他的都是一些限制 但今天友方同學有沒有看清楚基本法 對於一些所講的條文是怎樣呢 友方同學沒有看清楚 就可以跟我們反對 友方同學其實今天一直都覺得 行政機關就好像西遊記裡面的唐簽狀一樣 他一定所做的事一定是正確的 但友方同學今天 行政機關所做的事 是不是一定是必然正確呢 友方同學覺得說 基於一國兩制 行政機關應該有多些權力 應該要做到行政主導這方面的事 今天友方同學 你根本就不清楚 到底行政主導到底有些甚麼的離處呢 第二樣東西 今天友方同學有沒有想清楚 到底香港市民有沒有真是關心過 今天立法會和行政機關 到底是權力分配的 又怎樣呢 友方同學說 立法機關 是假設立法機關 就好像西遊記裡面的孫悟空一樣 一定要有個緊箍咒 箍咒著它 否則這個立法會 就會有角色衝突問題 會出現自己審自己的問題 但友方同學說 立法會不是一個人來的 立法會之間是有六十位議員組成 他們當中是互相監察的 友方同學覺得 一個互相監察的組織 為何會通過一些不合乎香港政制發展的東西 友方同學說 一些涉及公共開支 涉及政治體制的東西 你提都不要提 友方同學今天講的這些 公共開支我方都明白是有爭議的 今天講的 基本法在回歸之後設下的限制 我方認為應該一併都要取消 但回歸前 港英時代 其實對於公共開支 都是有所限制 應該要先經過港都是同意 其實這個是可以理解 但回歸之後 基本法所設下的限制 我方的立場是十分清晰的 是應該全部要取消 友方同學覺得 公共開支 政治體制 為何不提得呢? 到底有甚麼問題? 立法會議員 六十委員 是不是也有事 友方同學所講 好像孫悟空一樣 一定要加諸限制 否則他就會亂禁提案 亂禁忽視行政機關的能力 而提出一些做不到的事情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行政立法之間是互相協調的 立法機關都不會過一些 行政機關負擔不了的事情 行政機關由始至終 都是政策的執行者 怎會執行到一些做不到的政策呢? 更加重要的是 今日政治體制的事情 是基本法有明文規定的事情 當然是跟基本法去做 立法會都不能違反基本法 提出一些單方面要求修改基本法 而是應該要中央都參與 特區政府都參與 但一些涉及基本法裏面 沒有提及的政治體制 例如兩個市政局 需不需要存在? 區議會委任制度 需不需要存在? 這些政治體制 基本法裏面 沒有明文規定的安排 到底應不應該討論? 可不可以討論? 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所用時間為4分12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有請反方一副歐家華同學 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事員示意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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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先看清楚辯題 現在在講 對基本法對議員提出草案 提出草案那時的限制 有方同學現在就說 分組點票就是議員提出草案之後 再用分組點票這個機制 去看看它是否通過 就是通過議員提出這些法案那時的限制 現在我們在談的就是 提出草案那時的限制究竟是甚麼 那些限制應不應該取消嗎 分組點票從來都沒有限制過議員提出甚麼草案 那算是甚麼提出草案的限制呢 就是方來你自己搞清楚了 今天有方同學他自己身為政方 他原來沒有搞清楚政方的責任 就是今天原來我方主面清清楚楚 其實有方主面自己都知道的 就是基本法對議員提出草案限制中案四條 政治體制、公共開支等等四條 但是有方同學從來沒有逐一論述 究竟取消了之後會對社會、對政府、對市民有甚麼影響 他就是一拼就說取消了就很好 取消了就很好 但是四個限制限制在不同的領域 今天有方同學究竟取消了公共開支有甚麼影響 沒有聽過 究竟取消了政治體制有甚麼影響 又沒有聽過 原來你所有影響都不說的時候 怎樣去說服在座各位 怎樣說服評判 原來取消了之後 那個結果就是對市民好的結果 今天有方同學很贊成就是95至97年那個制度 但是那個制度原來都有 他自己都知道的 就是都有對公共開支設限 那些就是對提出草案的限制 你又覺得要有限制 對公共開支又要設限 一方面又說要一拼取消所有限制 那究竟你取消了之後 對公共開支是有限還是沒有限呢 立即有方同學異呼出來交代我了 今天有方同學如果討論影響我們先看公共開支 是一筆很大筆金錢 是每一元都要看清楚 究竟使得妥不妥當的 現在有方同學如果取消了限制的時候 究竟使用那筆錢的時候 那些監察的工作是誰做的呢 以往呢 為什麼呢 這個情況就是 就是行政機關提案 然後立法會去審批做一個監察 那如果用有方同學的邏輯呢 取消了這個限制之後 會怎樣呢 就是立法會議員自己想提200億 然後就想了 然後就提出這個草案 然後找人監察 找人批 找誰批呢 我自己批先 那整件事就是自己監察自己 自己批自己的提案 有方同學這個監察重不重要呢 你口口聲聲跟我說 你說要為市民好 但是原來你是可以亂洗 可以去隨便沒有監察的情況之下 運用公帑的時候 究竟這個機制是否你想要呢 我們現在不是說不信議員 不是說議員是不理智的 但是幾信議員 都要有一個機制去監察 正如我們信警察的 我們信他會維持香港治安 信他很好很正義 但是都要警監會 都要監警會去到獨立的機構去監察 究竟他的機械 警察的投訴法的運作事務 這些就是機制 方同學 請你異顧告訴我 是不是我們一個信字 就是議員做甚麼都行 最後政治體制方面 方同學從來沒有提過的 今天我們香港是一個 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如果涉及國家事務的時候 我們不是應該要去考慮中央的政策 中央的方針 而除了香港只有特首一個人 是有這樣的責任 要去考慮中央的方針 方同學你是你覺得 原來我們從來不需要考慮 還是你覺得原來議員 只是為民意負責的時候 都會考慮中央方針呢 還是你覺得原來議員 整個草案通過了 然後中央才 整個草案打回頭 那時候社會動盪 香港承受得起呢 這些就是取消了限制之後 對社會影響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有請政方業父 逢晨天同學 你有四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聯示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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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 有方同學在座各位 大家好 剛才我方已經清楚說了 為何分組點票是一個限制 正在說的是 立法會 在基本法附件二裡面 只是針對立法會議員提案的權力 又不見他講行政長官那些 要分組點票 那些立法會改基本法的要求票數 分分鐘更少過你提議案的時候 現在你提議案是不打算過的嗎 有方同學 你排氣去結婚 你不打算真的結婚嗎 再說 你定個議案的標準門檻 比修改基本法更高 那些議員砌個草案都要時間的 大學教授交個建議書給學校的時候 你要去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都要時間與成本的嘛 如果你限制門檻這麼高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鼓勵到 那些立法會議員 真的去提一些有建設性的修正案 來去制衡政府的力量呢 再說有方同學現在說提議案嘛 關過議案什麼事呢 講到底有方同學 你究竟有沒有在市民的立場想想呢 再說各位 相信有交稅的人呢 不少 你肯定是想立法會議員 進去是可以做到的 有建設性 不是只說定下招 不是每年交這麼多稅請他們做什麼 如果只是希望他們出去聊一下 那跟我們打辯論有什麼分別呢 再說了 你覺得不用討論 是因為你覺得過議案是講一下而已 不用提 不用過的 還是你都覺得很有問題 所以不敢跟那方討論呢 如果你覺得這麼沒問題的話 那你又講一下 麻煩你講一下 分組點票 究竟有什麼好處先 再說了 有方同學今天呢 其實我也很感謝有方同學 你都覺得基本法呢 寫的條文呢 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呢 你退了 取消所有限制嗎 我們不取消所有限制 變題都沒有說取消所有限制 我們取消兩個就可以了 其餘那兩個 例如政治體制和公共開支呢 我們就依然要保留 有方同學說我方沒有逐個跟你說 公共開支為什麼要取消呢 其實我方明白呢 是很具爭議性 但是你試想一下 一個議員呢 要提一個議案呢 很難不涉及公共開支 你開盞燈 影印章紙 其實都已經是涉及公共開支 我們都明白呢 可能真的有一些 好像公屋興建一樣 是具爭議性的 認同呢 基本法說要量入圍出 所以以前 港英時代的時候 先經港督批准 同樣我們今天 也都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先經行政將官批准 然後這件事就可以做了 有方同學 我實在是不明白 為什麼公共開支 你一定要反對 再講了 今天再講有方同學 講政治體制呢 說雙普選呢 那些做不到的了 因為基本法議員 不可以自己審自己 不可以呢 繞過中央做這些事情的嘛 但是基本法另有安排 就好像基本法說 實行雙普選 以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這些呢 尚有其他議案呢 我們可以看的 例如有些什麼呢 二千年的時候 兩個市政局的存費 以及取消區議會的委任議席 這些呢 基本法都是沒有提過的 以及其實如果 講怎樣委任現在的局長 或者副局長 都是基本法呢 沒有提過的 再講了 政府運作方面呢 有方同意 我方也都不詳加 講一下為什麼應該這樣做呢 因為有方圖都很贊成了 跟著呢 我們想講一下 有方圖說 立法會現在自己審自己呢 很不合理的 但是呢 有方圖你是不是覺得 立法會是一個人來的呢 立法會是不是阿立生呢 有很多政黨的嘛 有方圖你有沒有看立法會辯論的 一個人提議案 你都去說服其他59位的議員 議員之間 他們會互相監察 互相去影響大家的議案的嘛 所以你才會看到 有些修正案的時候 會通過不了 這就是原因了 其實有方圖我這樣想 覺得自己審自己是不對的呢 有方圖我並不是質疑 應不應該去有個限制 而是連現在剩下的那小小的提案權 都應該去取消了 為什麼呢 什麼都不應該去看 因為呢 其實現在什麼都要審自己的嘛 過什麼議案呢 行政機關的那些議案呢 其實呢 都可以一拼否決了 不要過的嘛 那這個是否有方圖我想見到的東西呢 我方今日見到的就是 零六年截取通訊監察條例制定的時候呢 就是正正一個好例子 告訴我們政府永遠做事得過且過 而立法會議員呢 永遠都沒有權力去制衡他們 在懸議案裡面呢 即使執法人員 故意去違反法例 非法設定 最嚴重呢 都只是會面對內道的聆訊 而吳靠夷和陶謹申議員呢 當時提超過200個修正案 希望加強執法人員做設定時候的制衡 但全部都是分組點票下取消了 為什麼呢 大家討論今天不肯做 多謝各位 正方議庫所用時間為4分14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有請反方議庫鄧可立同學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士米士米 再各位大家好 我不用同一波同學咬定 以致提出草案通過草案 最重要的是 有方同學今天要搞清楚 究竟限制是否只有兩條路架 要不存在 要不存在 要不存盤取消 為什麼不可以有中間一個放寬的餘地呢 有方同學同學說 95-97年 他們主便說 做得很好 通過了很多條例 海綱保護條例 同樣 他們當時有公共開支的限制 有方同學說 不是吧 你提出公共開支 提不到草案 提不到草案 95-97年那些是什麼 有方同學說 正義不清公共開支 引章子會不會都是公共開支 但今天我方已經講清楚 立法會主席 去決定這個 是否公共開支的時候 要為數可觀 就是為了一個龐大的公共開支 而不是少少一個 幾個都叫公共開支 有方同學 接著 有方同學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究竟我們這些限制 是否真的完全不能夠保留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修改空間 有這樣的保留的餘地呢 今天我們明白到 有些是不能有變的 第一就是你所說的公共開支 公共開支牽涉的是 各個立常的血汗錢 甚至乎你說到牽涉到 一筆很龐大的金額的時候 究竟我們是否應該 加入一些審批的角色 是否應該有人去監察呢 你跟我說不是的 立法自己就可以了 立法機關不是只有一個人的 我想問 行政機關是只有一個人的嗎 行政機關也不是只有一個人的 今天我不是跟你討論 單單是行政機關存在好 還是單單是立法機關存在好 現在就是由行政機關提案 立法機關去做把關 我去提出這個議案 立法會就投票通過 但一旦 好像有方同學所說 取消限制之後 整個行政機關就會被架空 立法會議員提案 立法會議員去把關 究竟行政機關還做些什麼呢 有方同學沒有說清楚 你只是問我 出那麼多錢 請了一些議員回來 不是不提案 那你出那麼多錢 請了一些公務員回來 那你又覺得 所以要做些什麼呢 有方同學 第二個就跟我們說 這個政治體制 政治體制呢 我們可以改得的 為甚麼都可以改得呢 我們明白到 原來根據基本法 立法會議員 需要中央任命呢 不需要 需要中央任命的話是誰 行政長官 需要向中央負責的是誰 行政長官 現行的大事之下 就是由這個行政長官 考慮完中央的方針 他和我們香港的施政 會不會有所衝突 然後領導的下面 一個不是一個人的 整班的管治團隊 提出這個草案 再經由這個立法會 代表市民去做一個 監察的角色 如果你認同這些公共開支 牽涉到很大的錢 如果牽涉到一國兩制的時候 是需要 是重要 是需要人監察的話 為甚麼今天 有方同學 單單靠一個立法機關 就已經足夠呢 接下來就是 今天我們經常說 那些立法會議員 我不是不想相信他 但今天有方同學 我們見到這班泛民的議員 他提出要2012雙普選 是違反了中央 說2017才可以普選行政長官 他們提倡要即刻取消功能組別 都違反了基本法律 循序漸進的原則 今天有方同學 怎樣盜絕這些方案出現 這些方案通過了 到最後由誰把關呢 行政機關做不到事 是否由中央才來做把關 中央告訴大家我要取消呢 不是這樣 今天我們只講釋法 已經帶來出這麼大的政治迴響 如果有中央去否決我們香港提出的議案 究竟這個政治衝突 經政治的衝突和衝擊 究竟有方同學是否來承擔呢 接著有方同學去到最後 他跟我們講的把關 就是靠個信字 信班議員是會碰的 他們一定會做得好 但今天我們講的制度 不是信字那麼簡單 很簡單問有方同學一個問題 剛才主席宣佈蔡規的時候 便論完不得坐人身攻擊 依照有方同學的邏輯 這條條例可以取消的 為甚麼呢 因為你不是不相信 各大院校的辯論員的操守 你覺得哪間院校的辯論員 會人身攻擊你呢 我講不出了 但講不出是否就等於 這個規條不應存在 不應取消呢 如果這件事件 知事體大的時候 是否應該做好監察的角色 多個人去做把關 兩個機關 立法機關 行政機關一起存在 才是對用方有利的 今天分同學搞清楚這些沒有 謝謝各位 謝謝 台下發問的規則如下 每間院校有三次台下發言的機會 質詢提問的對象 必須是對方的辯論員 台下發言者無權要求由誰作答 每位台下發問者的發言時間為一分鐘 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 計時員將名中一次 事議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時 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 事議台下發言者必須立即停止發言 如果不停止發言 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 任何一方在30秒內未能派出代表作 台下發問當自動棄權論 台下發言者必須發問 否則發問一方無分 對方可以得到該題的滿分 如果有任何爭議 以評判的意見為準 任何一方在對方台下發言 一分鐘之內未能派出代表作答 當自動棄權論 在一分鐘時限完結 計時員將名中一次 事議辯論員應該盡快進行答辯 各隊員共有三次的答辯時間 每次答辯時間為一分鐘 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 計時員將名中一次 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時 計時員會連續名中兩下 事議辯論員需要立即停止發言 如果不停止發言 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 首先有請正方的同學 作第一次的台下發問 謝謝 另外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事議 主席 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入方堂和大家玩個文字遊戲 認爲分組點票不是今天 辯題討論範圍之一 我想和大家玩個文字遊戲 今天辯題同樣都沒有說 所有限制都要取消 但今天有方同學有認同 其中兩個限制需要被取消的時候 是不是有方同都認同 今天的辯題已經成立 多謝大家 反方同學留一分鐘時間準備 分別人 有請反方同學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制事緣示意 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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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多謝一方的問題 現在不是說玩文字遊戲 就是看身後這個辯題 就是基本法對議員提出草案限制應予取消 怎麽叫成立呢 就是議員提出草案的時候 好自由想提什麽就提什麽 那就叫做取消限制 而今天不是說取消一條還是取消兩條 就是如果有方同學 看哪方的立場過了之後 你再想那個議員提出草案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東西固住他呢 如果他還要顧慮的 例如公共開支還要想 原來還要向行政長官提交 要拿他書面同意才提到 這就叫做有限制 現在就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還要有限制在這裏 無論限制由四變二也好 四變一也好 有限制就有限制 有限制由多變小 最多叫放寬 很簡單的 有方同學 如果要正立變題 一定要告訴我 就是以後基本法 對議員提出草案的限制是零 是議員提出草案的時候 好自由 多謝各位 有請反方同學作第一次臺下發問 Mehr去 узcu 先派出草案, 請派出草案的理由 第當中 這個議員會常來決定 最後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緣示意 許多都會有定期 許多辱 先派出草案 主席 請派出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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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審議通過 左手交右手 這個顯然並不是我們想要的成熟 完善的立法架構 今日一旦取消了提案限制 立法會就會由審議機關 再身兼為提案機關 身兼兩職角色模糊 請問有方同學 立法會有什麼獨特性 是完全不需要任何限制的呢 多謝大家 政官同學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中文化合格 中文化合格 在提案上有 pense負責 中文化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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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在明明合格 那就沒問題 我還要講到 這就是 這就是 有請政方同學答辯 有1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事員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柳方同學今天問題 問立法會是否審自己 是否需要取消所有限制 就是今天柳方同學 我都明白到 其實不會任何限制都沒有 不過今天我方的立場很清晰 就是今天基本法實施之後 所有限制都要一併取消 有分同學講英時期 當然對公共開支都應該要徵詢港督 但絕對不是今天基本法所說 提都不讓你提 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我們見到回歸之前 是不是好像有分同學所說 沒有這個限制 就天下大亂呢 當然就不是 反而我們見到有很多 有建設性的議案 是可以提出的 好 更加重要的是 有分同學今天想要行政機關制行的話 有分同學有沒有提出了 基本法50條 特首如果不同意立法機關通過的議案 可以發環重審 這個時候就要三分之二的議員通過門檻 再一次提過 這個就是行政機關制行 多謝各位 有請政方同學做第二次臺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事員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其實根據我方所知 回歸前後草案通過都是有一定限制的 議員提出他們的草案 在立法會至少要得到30票以上的贊成票 草案才能夠被通過 但是有方同學剛才第一條 抬一門出來答我們 取消限制 就等於沒有限制 我現在想請問有方同學 你們是否覺得 這個議員需要得到30票以上的贊成票 草案才能夠被通過 這個限制應該要一併被取消 多謝各位 反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请反方同学答便 下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继事员示意 请向继事员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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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有封台又是给我们提出和通过的限制 今天你30票就是通过的限制 我提出的限制就是不能牵涉74条四样东西 但有封台很矛盾 他们的立场是不停地移动的 主编手在跟我们说 四条限制要一平取消 一虎都还说公共开支不取消 二虎就说公共开支提得了 不过行政长官书免同意 他好台下的发问就说 其实都不是取消上四条的 取消其中两条 不过都叫取消 其实有方台的立场 你取消是什么取消呢 更重要的矛盾就是 有方台就跟他说 分组点票 因为议员提出的草案 原来通过 湖南要这么高 他们反对 但另一方面他就说 被监察很容易 那你立法会里面 不能够二分一 因为分组点票难过 所以你反对吗 今天你又跟我说 所谓的监察就是由立法会 三分二票通过 这个不是矛盾吗 多谢各位 有请反方同学做第二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事员示意 试咪试咪 主席 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刚才有方同学 在第一条台下发问 就跟我们说 要取消所有限制 才叫做取消 但有方同学又跟我们说 凡涉及公共开支的草案 就必须要取得 港督或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 才可以提出 请问 这个算不算是 对议员提出草案的一种限制呢 谢谢各位 振方同学一分钟时间准备 振方同学一分钟时间准备 准备好请向计事员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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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向计事员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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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令计事员提出限制 都不应该有 多谢各位 准备好请向计事员示意 准备时间准备 准备时间准备 请向计事员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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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准备同学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计事员示意 请向计事员示意 请向计事员示意 再过来大家好 你都说亮入围出 亮入围出是政府提出台证预算我的时候的限制 关于计员提出什么事 有一方堂常常说基本法对计员的限制 首先有一方堂说 刚才说的穿衣服肯定不是基本法 我基本法来说一次 接下来有方堂说 其实很奇怪 公共开支提得的 只要有书面同意就提得 那书面同意就没问题 但关乎政府政策现时基本法第74条 都是由政行政长官书面同意就提得的 那是不是有方堂觉得 政府政策这一条 不需要改变 能够予以保留呢 有方主便所说要一拼取消 这个原则呢 谢谢各位 再请范方同学 再请范方同学 作第三次抬下 发问 有 請出示学生证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继事员示意 主席 成为法例 第二就是解散立法会 今天有方同学 究竟他们想说的监察 就是要解散立法会 造成这个政治动作 献制危机 影响香港的施政纯畅呢 谢谢各位 姓高同学 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成功同学 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女性的这个地方 都没有解散立法会 有些人的地方 并且当然 这就是 这就是 特别人 这就是 大小的 中文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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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心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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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生 有請政方同學答辯 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 請向計事員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位 大家好 有分同學說行政長官不同意的法案 要解散立法會 是否很大問題呢 有分同學為何你一定要想得效果是這麼極端呢 如果今天行政機關是不同意這個法案的話 是否隨便違反了民意呢 今天我們見到如果行政機關是順從民意的話 根本跟立法機關是不會有所衝突的 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行政長官發還這個議案去立法會重審 就不是一半通過了 是要三分之二才可以再次通過 如果三分之二再次通過 行政機關都認為這個 立法會選出來的民意代表通過的議案是有問題的話 是否行政機關有問題呢 有分同今日賦予行政機關的能力 就是他可以不聽民意 那麼立法會監察的職能是否不需要有呢 多謝各位 接下來是自由辯論的環節 現在宣讀自由辯論的蔡規 自由辯論發言必須在兩隊之間交替進行 首先由正方一名隊員發言 然後由反方一名隊員發言 雙方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 各隊耗時累積計算 一方發言結束即刻開始計算另一方的用時 在總時限之內 各隊員的發言次序、次數和用時不限 如果一方用時已經用完 另一方可以放棄發言 亦都可以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 放棄發言者不影響計算 每方均有2分30秒的發言時間 在法定時間完結前一分鐘 計時員將名中一次 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時 計時員將連續按鐘兩下 事議辯論員需要立即停止發言 如果不停止發言 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 現在有請雙方辯論員士米 雙方辯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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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在你們取消完之後 還有沒有限制呢 可以回復到港英時代的時候 你提議案就是要經過行政將官的同意 然後才可以批出一些關公共開支 有方同學我想問 以前都只有這個限制 我想問為什麼你覺得其他限制都不應該取消呢 有方同學說你用書面同意就能提出 現在政府政策都是用書面同意就能提出 那為什麼這件事你又不保留又要取消呢 有方同學你對我們要求都挺苛刻的 你是不是今天覺得任何限制都不需要有呢 今天有方同學你自己主便說一憑取消 你現在臺灣說很苛刻 有方同學現在在說基本法任的限制一憑取消 不是基本法那些你說來做什麼呀 現在不是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政府政策 涉及到時校要拿法政政策書面同意 那是取消還是不取消呢 這個就是要取消 但是如果不是基本法所說的 是好像港英時代的 如果公共開支的政策要得到行政長官同意 這個就不是基本法的意料 這樣就要做了 那是不是公共開支我們需要限制呢 公共開支需要限制 但是不是基本法的限制 那是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公共開支 現在又從過往不能提出 變成放寬成為你拿到行政長官同意就能提出呢 那有方同學你放寬了 那就是不是說基本法現在的限制 有方同學 那所以我不是說現在基本法的限制不應該被取消 應該被修改 有方同學你認同現在的限制很不合理 是啊 我方沒有否認過 我方從來就告訴你 有些是可以去放寬的 今天重點就是在於 究竟政治體就是公共開支 為什麼你要一拼取消 多謝有方同學都承認有些限制 是應該取消的 其實變題都沒有說要全部取消 那是不是你都同意承認變題 其實應該取消限制呢 即是有方同學覺得呢 又不但一拼取消了 所以我們可以取消一兩條就算 那不要緊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公共開支 要聽民意 那如果聽民意就可以的話 那為什麼不是涉及公共開支議員 就提到要拿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呢 那有方同學其實今天都說 基本法的限制應該一拼取消 不過呢 可不可以再加另外一些限制呢 有方同學你不取消了 你在取消什麼 有方同學那你想放寬些什麼 放寬些限制 我現在不放寬限制 你一向都來了 你現在在取消限制 是不是取消限制呢 怎樣放寬呀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說得很清楚 現在我反而問你公共開支 你想怎樣算 好 我又不見其盤 答多你一次 公共開支就是回復到港英時代的感 只要取得行政長官同意 就可以提出有什麼問題 有方同學就說 你取消限制 就要解決公屋增建問題 公屋增建問題 如果行政長官沒有宣免同意 那怎樣提呢 有方同學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如果行政長官不起公屋 立法會議員 你和港大的市民和我們有什麼辦法 那即是你取消之後 實質的限制和實效是什麼呢 那是不是可以提出這個 取案給行政長官 讓你聽聽民意 原來市民想做的 現在你提也不能提 我現在是想提 你只是想提 提的 用議案提 為什麼用議案提 其實以前平等機會委員會 都在港英時代被否決了 但被否決了的議案 既然都可以迫使政府 承諾平等機會委員會 甚至胡洪屋議員 可以做主席的時候 有方同學 我方今天就是想這些事情 有發生 如果你只是想政府聽 原來都不是打算什麼通過 其實你提出這個議案的時候 同樣能夠做到這些 沒有人禁止你 立法會議員發聲 有方同學 今天你真的沒有什麼要求 原來立法會有方同學的要求就是 你up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什麼效力 是不是這樣 有方同學沒有要求 是你主便跟我說 你主便就說想提一下 那你提一下 就用議案提 哇 有方同學議案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我們現在就是不想這樣 就是給一個權力 立法會提一些草惡出來 這些就是有法律效力 要不然跟我們現在的辯論有什麼一樣 我果然之後立法會都不聽我說 政府都不做 那究竟有方最重要的目的是 只是想提一下 還是想他跟他通過呢 提完之後又聽過 所以跟最先別都要除先 那所以現在問題就是 你提完之後 結果都沒有分別的 那再重點就是 今天我們看到政治體制了 如果今天我長毛議員 跟你說要2012雙普選 違反中央2017這個準則 今天去到的時候 誰負責去把關 誰負責去否決這個議案呢 有方同學你不給法律效力 當然提來也沒用 不過今天有方同學你講這些 基本法有明文規定的 當然是不提的 提來也沒有用 提來也很有用 提來之後呢 中央去幫你否決 然後中央幫你否決 引起社會動盪 在牽涉引起社會動盪 這方面呢 非常之有功效的 其實有方同學 是否就是想看到這些事情 今天公共開了一些 現在新的財政預算案 沒有說派6千元的 現在市民裡 好像有聲音說派6千元 但是我們又要再通過這些 所謂的民意的方案 就是派6千元的方案呢 那對原本的事情有什麼影響呢 多謝各位 現在有一分鐘時間給予雙方作總結準備 能否決定 你可不可以做什麼 好? 你自己分成的 好 you 真快 是 公常 公務員 各自 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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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反方結辯陳富松同學 你有4分30秒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緣示意 示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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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奈 作為香港人 今日最無奈的莫過於 我們認識得到 我們的行政、我們的政策 是令到我們的市民的聲音 受到政府的忽視 無奈的好像有方的主辯所說 立法會未能發揮他們的提案職能 雖然我們今天雙方都同意 我們雙方都有一個願景 希望作出改變 希望令到我們施政更加貼近民生 這就是我們雙方今天討論的重點 主席媒婦在座各位 其實作為一個香港人最大的無奈 剛才我講了 但同樣今天作為一個辯論員 坐在這個位置 我同樣感到很無奈 無奈的是對於有方和我處理 今天辯題的態度 今天有方和我作為一個大學生 作為一個關心社會的學生 出來跟我們講一條政策性的辯題的時候 他竟然不是跟我們 踏踏實實去討論 每一個限制應該取消與否 而是跟我們在玩文字遊戲 由主辯開始跟我們玩了好幾個位的文字遊戲 明明我們今天講的是提出草案的限制 講的是到底提出那一刻受到甚麼限制 議員受到甚麼限制 但偏偏有方和我今天所講的就是 連附件二的分組點票都拿下來跟我們討論 一個通過草案的限制都拿下來跟我們討論的時候 有方同學你今天覺得 主席評判那麼多位 大家都不知道中文是怎樣解釋 還是覺得今天可以這樣蒙運過關呢? 就算真的我方讓你講得過去 不跟你討論這個 當是一個限制讓你取消了它 有方同學今天在處理其他限制的態度 又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呢? 原來不是同樣令我們覺得無奈 今天右方同學在處理其他限制的態度上 顯示出的只有四個字 立場矛盾 搖擺不定 講的是右方同學的取態 講的是 右方同學一開始由主辯出來跟我們說 要一併取消 去到一副二副的時候跟我們說 有爭議的 那些關於公共開支的東西 有爭議的 不過最好都取消了它 或者有爭議的 但可能一副的時候又說 保留了它 因為不是今天基本法的限制 究竟右方同學今天對於取消公共開支這一環 你的立場是什麼呢? 是不是就是說 不知道的 可以好的時候就取消 不好的時候就保留它 不好的時候就說這是英國的法制 不是關於基本法裡面的規限 是不是就是這樣 有方同學可以從我們的政立面題呢? 這些的武斷 這些的考慮不周 實在令人失望 令人失望的同樣是 有方同學的義父跟我們說 今天看不清楚 究竟香港是什麼事? 他說很難涉及不到公共開支 所以要取消公共開支這個限制 因為所有政策一分一毫都會用到錢 今天首先你不看清楚的是 到底何謂公共開支 說的是一些大數額的開支才為公共開支 說的是就算我們限制這個東西 如果你看看我們議員提出的什麼議案 看看我們以往的立法會過過的什麼議案 你都會發現 只要我們限制公共開支的話 一些好像最高公時、海港條例、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 這些同樣是我們市民 關心我們想立法而未立到的法例 今天都可以入議員把口提出來 幫我們去立法、幫我們去討論 今天有方同學為何就會說 所有議案都會牽涉到公共開支呢? 說到尾是你不想取消公共開支 還是你覺得公共開支真是牽連 還是因為你覺得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公共開支呢? 今天我方明白的 有方同學你都說的 我們要相信我們的制度 我們要相信我們的議員 問題是 到底我們今天在講政制討論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信字就夠呢? 當我們見到一些牽涉到敏感話題的時候 我們需不需要設定一些限制 令到我們整個制度有行政、有立法 兩個機關同時參與 提供一個可信性、認受性呢?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我們今天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要做的態度應該是認清制度的本質是什麼 而不是胡運過關去玩文字遊戲 今天我們見到這個狀況是一個權力的不平衡 我們很想去改變這個狀況 提升立法權力 令到我們的議員可以代表我們 去立一些我們想要的法例 問題就是 當我們去取消限制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有什麼限制可以取消 什麼不可以取消 否則 劉芳彤好像今天你們存在的態度 一併取消不問恩由的話 到結果就是 將一個不公平推到另一個不公平 結果不會對我們香港市民大眾著想 記住 我們今天去討論基本法 考慮基本法 對於立法和行政機關之下 有什麼限制 有什麼定義 互相制衡、互相合作 以後行政立法就是本著這個機關 發揮最大的作用 將香港真正正正推向繁榮 推向安定 多謝各位 反方結辯所用時間為 4分41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最後有請政方結辯 朱子編同學 有4分32秒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緣示意 市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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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在場 那麼多位香港市民 大家好 請問大家呢 當你投票給立法會議員的時候呢 其實你是抱著過什麼期望的呢 你是期望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入到議會 是好像我們的大學生戶外活動那樣 純粹在天馬藍稿的總部做一些辯論毫無實績 還是其實都希望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做到真正為市民發聲 做到一些建設性 做到一些積極的作用呢 其實今天正反雙方呢 顯然都是同意後邊 今天我們看到 我們基本法對於我們議員提出錯的限制呢 都有點呃黑的了 因此 連反方的方案裡面都會說 我們 基本法第74項裡面呢 都有兩條要取消 很簡單 究竟有方同學認為今天要保留的限制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第一 有方同學玩文字遊戲 將放寬和取消 混淆了 有方同學舉出公共開支的例子 其實我們看回港英時代呢 的而且確公共開支上呢 是有限制 需要得到港督的批准 但是回歸以後 基本法實施了 我們見到公共開支的限制 變成了什麼呢 就是 提到 不准提 今天我們有正方同學 我們說要將這個限制取消 有方同學說 不是我們都贊同要放寬 放寬到什麼位置呢 放寬回去回歸之前的時候 那我想問了 那究竟跟我們今天取消《基本法》裡面的限制 有何分別 取消和放寬 有方同學說我們不懂中文不懂解 你當我不懂了 我真的很想聽 有方同學究竟怎樣將放寬和取消 運用在今天這場辯論比賽裡面 可以做到的分別 實在呢 令人是不明白 第二呢 有方同學呢 實在呢 太過看低行政機關 和立法機關那個 互相責任的力量 所以有方同學呢 提出政治體制這個限制呢 可能最怕的就是呢 那些議員呢 會很急著提出雙普選 會刺激到中央 很怕中央 取消了我們香港人通過的草案 然後呢 就會很動盪了 但有方同學 今天呢 我們討論《基本法》 有方同學可能呢 都翻開過《基本法》 看看 第一看 其實我們的行政機關 對於我們的立法機關 是不是真的那麼無福呢 我們其實都有說過的 《基本法》第49第50條裡面呢 我們顯然看到 如果那些立法會議員 真是萬一 那麼不幸 出現有方同學所說 搞搞震 亂通過了一些 中央不願意 或者不符合香港人期望的 草案的時候 原來我們的行政長官 可以運用權力 我們將一些 已經通過的草案 發言立法會重審 再不是的 原來行政長官 可以解散立法會的時候 究竟今天有方同學 是不是項輕了 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限制 因此 原來才覺得 今天的限制 是不應該取消的呢 今天有方同學見面過 香港人很無奈 的而且一個很無奈的 我們看回殖民的時代 我們說香港人寄人離下 但在92-95年兩屆的立法會 原來那時候的議員 反而比今天 我們回歸祖國懷抱 有更加多的限制 我們都明白 我們世界對於每一種人 每一種職位 每一種權力 都應該有限制所在 但我們今天要見 限制合理還是不合理 今天我們真是急香港人所急 原因是因為 由97到現在 15年以來 我們香港人說過多少 我們立法會議員說過多少 市民希望政府作出改變 作出行動的議題 小班教學 限制一手樓 希望那些孕婦 叫做有個床位 可以穩定 生產等等 發現原來政府都 無動於衷的時候 今天 究竟我們 政府 希望取消對議員提出 草案的限制 讓我們 讓我們立法會議員能夠在議會裏面 發聲 替我們去為政府 協助政府 作出一些行政的措施 究竟 今天 這個政方的要求 小小的 期望 是真正在講 我們是強求 為立法會議員 爭取一個過分 盼盛的權力 但是 還是其實 只是淪為了 我們香港的市民 我們立法會的議員 一個非常卑微 已經是接近 我們向我們政府 黑求的小小 施捨 相信大家 心中有數 多謝各位 有請評判 退席相熱 亦都請台上面 沿道台下休息 在宣佈結果之前 有請這麼多位評判 就今天對賽雙方的表現 給予一些寶貴意見 首先有請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助理教授 鄧小虎博士 各位好 首先肯定雙方同學 在學期中 花點時間去準備這個議題 大家參與辯論 我們都很欣賞大家的辯論 但是講感想 整體我們覺得 今次的表現 是大方同學比較優勝一點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議題 民情上可能 政方有優勢 但是感覺上 政方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 的確我覺得 分組點票 其實不是提出草案的限制 而是通過草案的限制 當然 政方同學都有提出 都有提到 他們為何會認為是一個限制 可能會 對議員 提出什麼草案 因為他可能想到 將會分組點票 他又覺得過不了 會不會在他提 提或者草議的時候 對他都會有一些影響呢 這一點是承認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可能是一種 心理的影響 但是未必就 我們一般對限制 至少我自己對限制的理解 就未必構成一種直接的限制 就算是限制 都是一種間接的限制 但是你真是要 這裏是有爭議的 至少 至少大家未必會直接同意 你可能會花了很多時間 糾纏在這裏 變成你自己的立場 未必能夠很多時間去交代 我自己去想 其實會看到 反方會有一點壓住 政方同學來打 政方反而被被動 其實你們應該去 就政方 自己去伸出一個立場 那個 就覺得做得可能不是很足夠的 有提到 譬如一路回歸以來 就是民意表達不了 行政機關 沒有辦法去顧及 那個強大的民意 可能忽視市民感受 這些其實都值得再去提出來 但是會覺得 在論述上面 因為跟著反方 反方提出的一個 一併取消 一定是負行放寬 和分組點票那裏 變成你們自己的立場 這裏就未必有很多時間去發揮 因為這裏我就覺得 是有變的餘地 就是作為一個整個民主化的進程 我們是否應該 這些原先所謂行政主導的東西 是否都要放棄 我們其實希望 議員代表民意的時候 是否應該有多一點的空間 去代表市民發聲 譬如反方同學有提到 就是 就是會不會立法會自己去 審 提出草案 審議草案 就是自己 沒有人監察的時候呢 那 政方和我有提 但是可以再進一步 就是那個 社會上可能有不同的聲音 甚至可能媒體的一些監察 民意的一些監察 然後如果 立法會是大多數通過的時候 可能表示有一個 很強大的 民意的支持 那是否都應該 至少被這些民意出到來呢 這些是一些可能的 空間去發揮 但是可能反方 政方的同學未必 掌握得很好 那另外一個 就 雙方 都沒有什麼 觸及度 但我覺得是可以說的 就是 其實這條問題 就沒有提到一個時限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說到什麼時候 是不是立刻取消呢 那是要有待 直選 就是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都直選 普選之後才取消呢 那這一點其實就 我想政方和反方都是 我想這一點是對政方比較有利 但是政方是沒有 去利用的 可能我們兩方面都 直選的時候 就可能 就不會出現那個 原先設想裏面的行政主隊 有一個完全是中央委員的行政長官 然後限制立法會這個問題 那我的意見暫製是這麼多 那就交給其他兩位評判 謝謝大家 謝謝鄧博士 現在有請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黃錦波博士 OK 首先我也多謝 籌委會邀請我來做評判 有機會去聽聽這次的精彩辯論 我覺得雙方的同學都做了很多預備功夫 也提出不同的論點 我想 或者我跟著 我就由一個技術的問題 辯論一些 其實我是辯論的門外漢 但是我就是從一個邏輯的推論去看一陣子的事 去看一陣子的事 還有那個 那個技巧方面 我看一下一些 一些不太專業的 一些第三者的感覺 我覺得 這個辯論 其實 反方是很聰明的 其實我也有一點可惜 反方沒有選擇唐英年和梁振英那個 剛才反方的理解因為這個很大一點 OK 其實我也可能理解他的體育 其實反方第一個主辯已經立場 他講得很清楚 就是 就是 就是他拿著 一個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 基本法裏面的一些限制都要 取消 他只會很聰明的 我不是要definite所有的point 我留一兩條 我覺得是要保留的 這樣就可以打倒這個議題 那我自己覺得 政方 其實我同意剛才鄧博士的看法 我覺得那個分組點票 其實可以提一提 就是作為那個論點可以提一提 不是說作為一個理論去講 你現在這個制度 現行的制度有多不公義 我作為一個例子是可以提的 但是如果浪費太多時間 去跟反方糾纏這個命題 就是譬如說 這個命題on its own 都是一個可以辯論的題目 就是說 分組點票是不是一樣的 是限制 這個立法會的一些功能呢 這個on its own是一個的命題來的 但是你浪費太多時間 去跟他糾纏 其實是沒什麼好處的 因為政方的任務 是要立的 要守你自己的位置 守你自己的命題 你去 跟反方去討論這個問題 沒有問題的 反方其實是很樂意和你討論的 你討論完之後 會燃光你的air time 你明白嗎 例如我看回你們 其實第一個 無論你在第一個 即是你們無論在很多的場合 都比較 花了太多的時間 去糾纏 其實是沒什麼好處的 作為政方 就算是被你拗贏了 都不是今天的命題 OK 所以我覺得這裏可能有少少 在技術的策略性那裏 可能在這裏是犯了少少的錯誤的 所以令到你自己 少了時間 去納你自己的題目 OK 其實我聽到雙方面的意見 其實反方有一個 很聰明的地方 一開始他就說了 提出一些論料 例如說公共開支 是需要 這個的 是要 是要少少少限制的 但是這個point到後期 我覺得到很後期 其實都未是 在政方都不是很直接去打垮這個point 可能都花了很多時間 在其他的一些的命題上面 那可能這個我覺得到後來 反而去到 政方的結辯 OK 就開始 都是遲了少少的 但是開始 就是過了一些自由討論 就開始來了 OK 但是可能已經是太遲了 如果去 早些去 就是政方結辯的論點 可以早些在二副 一副那裏已經提出來 跟著可以帶好 使得辯論那個 是更加多一些的辯論 比如我聽一副二副 其實給我的感覺 就是大家在那裏 不是好像在那裏交流 比如說這個 分組點表 是不是 這個其實 都真是有些 有些 浪費了時間在那裏糾纏 而不是大家 你提出你一些的論點 我真的去回應 是跟今天那個命題有關的 其實是吃虧的 我覺得作為政方 就是不是 辯論當然是要爭論 但是都要選一個戰場的 OK 就是你選一個錯的戰場 跟他爭論 你燃了一些空間 你就罵不了你自己的問題 這個是我覺得一些小小的 我覺得的一些的觀察 OK 謝謝黃博士 接著有請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語 自動化工程學教授 鍾智傑博士 很欣賞雙方的辯才 我今天都學到很多東西 也都很同意前面兩位評判的一些的評語 我只是很簡單講講自己一些 總體來說一些的感覺 這個題目其實都頗難的 我自己覺得那個勝負關鍵 就是究竟取消是否部份取消 還是全部取消 還是放寬 如果哪一方面 捉緊這個目標 可以convince到另一方 或者帶到另一方走 可能哪一方面就勝出 可能在政方方面 如果我開始的時候 開宗明義 去講清楚這方面的一些論述 我相信它會比較容易一些 我在政方方面也覺得有少少不很統一 或者它其實都是統一的 但那個統一性不是很帶出來 不是很明顯 反方方面 它會同一性比較明顯一些 在這方面它會佔有少少 我自己的感覺上會這樣 有請鍾博士留報 接受紀念品的談判 現在是自送紀念品的時間 有請2012年度 大專辯論賽 籌委會會主席蔡政森 我們自送紀念品 首先是鍾智傑博士 接著有請黃錦波博士 最後有請鄧小虎博士 有請鄧小虎博士留報 說我們攀發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在宣佈賽過之前 就會先宣佈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是 政方傑辯 朱子堅同學 謝謝鄧博士 接著為大家宣佈賽過 2012年度大專杯辯論賽 辯論是基本法對議員提出 草案的限制應與取消 政方香港城市大學 反方香港理工大學 比賽結果為0比3 然後反方香港理工大學獲勝 今天的賽事正式結束 感謝各位支持 再見